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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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在那边的女生 穿红衣服的 我这次来主要想请问您一下 对人民币贬值这个现状 怎么看的 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更多的 把资金放到 那个理财方面还是去 消费 因为人民币在持续贬值 最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谢谢 汇率问题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就是我们个人来讲 个人特色来讲 我是不主张的因为看好 某一个货币的汇率 我来做我的资产配置 因为汇率它是 两个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 不仅起着于中国经济怎么样 还起着于美国经济怎么样 我们中国经济可能好 美国经济可能有段时间更好 那人民币可能有贬值压力 我们中国经济不好 那美国经济可能更不好 这个相对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根据汇率的 这种预期 来调整我们的资产配置 或者消费行为 我是做市场的 有很多预测 预测股票 预测GDP增长 哪个最不靠谱 是对汇率的预测 是最不靠谱的 我认为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确实太大了 彭博士您好 我还是想请教一下 就是关于房地产方面的问题 就是刚才您也说到 比如说从长远脚团来讲 可能房地产确实是一个 逐渐衰退的这么一个行业 但确实现在市场 很多人也在说 比如说 现在中国政府的调控 可能从调 就是它调控的角度 对于房价的放松上 也有一定正面的影响 而且就是即使说是 这个城市化 虽然说并不一定能带来 劳动人口的转移 但是原来已经在这个城市的人 他有很多 也有首次职业需求和 改成新住房需求 就如果说 而且现在房地产公司普遍 估值比较低 那您就是如果从 比如说短期的 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讲 您对房地产行业 包括房地产公司 大概是怎么看 这个我们要触别 这个房地产和房地产公司 是吧 这个公司是像这个造面包的 是吧 它买的面粉有多贵 它面包的价格有多高 这个面包价格下来了 这个面粉价格下来了 那么其实它 它不一定受那么大的影响 所以这应该是有差别的 至于说房地产市场本身 我的观点是 政府过去 曾字喊调控 过去十年 但是不成功 那说明呢 那调控的措施啊 可能不对漏 或者是 治标 布置榜 限购啊这些东西 没解决根本问题 现在的政府 比较少的谈控 有的人甚至说要放松 但是真的对房价有利吗 我认为正好反过来 我刚才讲的这些改革措施 要落实到位 没有一个是对房地产有利的 你要仔细想一想 土地制作改革 真的到位 对房地产不利 贫富差距的减少 税制的改革 对房地产不利 政府只能转换 真的也做下去 以后政府的投资降低 那也对房地产不利 所以说现在的新业政府 没有叫房地产调控 但是改革的措施 我把它整结为一句话 都是在打破房价上升的基础 这个更重要 所以我曾经整结一句话 就是说改革越成功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间点 就来得越早 所以过去想调控 调控不了 以后放生调控 能保住房价吗 同样保住不了 因为有更基本的 经济的基本面 决定这个房价 非常感谢彭教授的精彩演讲 然后我有个关于互联网金融的问题 就是最近央行出台的政策 有一定的限制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趋势 然后您觉得央行出台的政策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互联网金融有它的优势吗 谢谢 不好意思 你这个问题的话真不能回答 因为呢 我是做宏观经济研究的 互联网金融啊 应该说还是有很多 专业方面的这个情况 这不是说我不愿意评论亚寒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货币政策 我可以评论 但是这个我确实不能评论 因为有一个金融创新 和维持金融稳定之间 一个平衡的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 技术性的专业的问题 我确实很难判断 我们这个自己 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中文大学的 按照相反的概念 我真是不远外里来替你的讲座 谢谢 然后我想 我是地理系的学生 然后我想问一个 关于城镇化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学科 跟经济学一个很大的交叉点 然后我们知道 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呢 那个国务院刚刚出台了 新的这种新型城镇化的规划 我知道这个规划 在去年的时候 好像就已经上报到国务院 但是因为争论比较大 然后被驳回了 但是呢 后来经过媒体 包括学界 大家的讨论 以致工人认为 就是未来的城镇化的 中国的城镇化的走向 政治设计 应该是一个 以人为本的一个城镇化 具体的应该是解决这个 刚才您说的 这种户籍城镇化的率 和这种实际的 实际的城镇化率 之间的这样一个 差的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看到新出台的 这样一个规划 它又 把这样一个焦点 又进一步地扩散了 包括了一些 智慧城市的一些建设 包括了一些这种 公共服务设施 农村的发展等等 非常的宽泛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 这个问题的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一个转向 为什么不进一步地聚焦到 就是我们现在 目前中国城市化 真正出现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巨大的 这样差的这样一个问题 您是怎么评论的 谢谢 我的理解就是 城镇化的规划里面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内容 是讲 改变城市内部的这种二元结构方面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一些讲农村的 这个协调发展的 是吧 还有环境保护的 生态城市等等这些 我觉得城镇化应该是一个 更广的一个概念吧 而不是 主线就是说 就是 完全是纠正过去的这个 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农村和城市的关系 城镇化是不是以 这个西村农村的作为代价 这个在这个城镇化 大家要研究城镇化 这个文献里面是有争议的 在某一段时间 在本世纪初 在咱们内地啊 甚至还有人认为 要促进中国的城镇化 就不能把农村发展好 因为农村发展好了 谁还容易到城市去呢 就是他说城镇化的 背后的驱动力啊 从经济学义来讲 就是成像收入差距 成像收入有差距 才能驱动人 从农村向城镇转移 所以这个是 都是有争议的 现在这个观点呢 应该是 是有一些改变啊 就是说 城镇化的发展 不容易牺牲农村的发展 为代价 那么我们看 其他国家的经验 这个 城镇化里最后达到一个 比较成熟的阶段 都是体现为什么 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 甚至超过了城市 所以说 那什么意思呢 有着农村的一些公共设施 实际上还是有 比较大幅度的改善的 所以从这个一段讲 这个 所谓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应该说 不是完全一个矛盾的一个方面 我们给女生一个机会啊 这个 非常感谢彭博士所做的影响 我对于您刚才讲的流转税 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据我所知 我国现在的增值税 已经是有两档了 一档是13% 还有一档是17% 那么 同时对于其他的一些税种而言 我国政府已经 取消了一些 对于外国企业的一些 一些优惠政策 所以说 我认为现在中国政府 已经对于这方面 做了一些改善和努力 那么您觉得 在于 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中 是否还会有 进一步这样大的动作呢 我觉得这个税制改革呢 当然是一个 一个全方位的一个 不仅仅是流转税 我们所在税也要改 比如说征收的方式啊等等 现在可能有些问题 但是大的方向是 我们的流转税税率还是太高 所以增值税17% 怎么降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把17% 向13%靠 降低总体的这个增值税 另外一个就是 维持时期不变 但是这些基础的消费品 实行减免 比如基础的食品 基础的药品 一些这个中低党的这些消费品 这个是保护 中低收入家的这个利益 当然政府怎样要收钱呢 他要支出啊 他要维持公共服务啊 那要提高什么税呢 提高这个财产税 最直接的就是这个不顿产税 其实在这个 很多人把这个房地产税啊 看成是调控房地产的手段 其实不是 但是我们看所有国家的 或其他大部分国家 比较成熟的市场 不动产税 都是政府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为按照这个经济学的文献呢 不动产税 带来的这个扭曲的影响最少 为什么呢 其他的税啊 都可能促使人们去逃税 要逃税的话 你就可以做出各样的扭曲 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但是不动产地很难逃税的 这房子在那儿就在那儿 你想逃很难 所以说不动产税 占一定比例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 这个税的体系 所以我们国家这个以后的发展 这个引进房地产税 建立流转税 我相信是一个 是一个大的方向 好的 谢谢 我们坐在后面的啊 这个 这一位站起来 谢谢彭博士今天的演讲 我注意到您的演讲就是 前半部分讲了讲 这个最近短期的经济环境 不是特别乐观 然后后面讲到的这个 改革可能的红利 可能更是市场关注的一个 比较长期的才能发挥的一个方面 然后我的提问就是说 怎么把这个长期的红利 和这个短期的经济环境结合 多起来 比如说 去年的时候李总理讲到 就是说有一个底线思维 要保一个经济增长 那么 但是去年12月份 中央经济会议定的这个 今年的7.5的经济目标 增长目标 还是市场看来相对比较高的 然后现在 因为一二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比较差 可能一季度 有可能是要低于这个全年目标 然后二级市场反应是比较冷淡 然后 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 那请问您怎么看待就是中央政府的这个 对于改革的这个 这个 conviction 就是有多强 就是说是否 在一个 他们是否愿意承受一个经济相对减速的一个情况 然后 另外就是说 另外就是说 改革的一个执行度上就是说 也要出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这也是可能对改革执行下去的一个阻力 所以想问一问您对这个方面 改革执行度的一个前景怎么看 然后 另外就是说 您认为政府可能会怎么平衡这个短期的增速和一个长期的一个改革提振的这么一个平衡 相信也是二级市场上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好 谢谢 上个星期四 总理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 其实有记者问过类似的问题 是吧 当时应该说他肯定已经知道了 当天公布的一月份二月份的数据 所以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数据比较差 但是他的回答呢 大家要看他的这个原话 我觉得还是很有 非常有明确的这个说法的指示的 他说 我们今年讲的7.5左右 有右也可能是左 低一点 我们对这个低于7.5的增长有一定的融融度 然后他又讲一点 我们不是片面的追求GDP 我们要的是保证充分就业的GDP 我们要的是有质量的 有效益的 提高 又不牺牲环保的 所以其实他的讲法应该说已经比较明确了 就是说 不是说非要不顾一切的7.5 低一点也没关系 所以这个是 就是说这个改革确实是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但是有一点我想就是说 不能太乐观 短期内 但是呢 插远来讲也不能太悲观 因为改革啊 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 这个重新的分配问题 其实改革就是一个再分配的问题 没有再分配 怎么能影响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呢 所以说 这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要克服中间的这个争议 达到一个consensus 达到一个意志的意见 就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的观点是在改革短期内 你不要太乐观 好像是这个改革做事一年两年 这个大部分都能够完成 没那么简单 但是呢 也不能因为短期的这些 好像这个不是那么快 认为它以后就不做了 我相信这个新业领导 这个决心是非常明确的 方向也是很明确 有些改革方向都讲得很具体 关键是怎么落实的问题 时间原因我们三个问题 每边一个 这边一个 我们这个举手的这个女生 谢谢陶教授给这个机会 然后 我刚才那个 我听彭博士说 就是中国日后的 要对消费就是主要的 就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就是 毕业以后 说在择业方面 就怎么结合这么一个观点呢 就是 我们 我们讲的消费 是一个管理的消费 包括服务业 是吧 所以现在经济 其实不管我们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所有的经济体都显现 服务行业的 这个比重越来越高 所以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的是在服务行业 而不是制造 而不是制造业或者工业 那这个其实是 在香港提现的非常明显 现在香港在从事这个 制造业的工业的这个就业很少 大部分都是服务业 其实国内的城市啊 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发展 谢谢 好 这位男士 谢谢陶教授 黄博士您好 我是一个学工业的学生 所以说我很想听一听 您的国企改革的看法 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国企一直在改革 也一直在死的死 生长的生长 所以我很想知道 在未来国企改革 会是个什么方向 有可能的行业 或者是以后国企 也许会变成什么样子 谢谢 具体怎么做 我也不 这个 大家都在懂 是吧 都在看这个具体的这个 这个方案怎么样 我估计可能不会 也不一定是一刀切的方向 比如各个地方都一样 可能会 每个地方 这个测证点 或者是根据当地的情况 可能会有些差异 但是我想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 如果真的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话 应该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这个打破冷端 打破行业冷端 这个效率 另外一个就是改善国有企业本身的公司治理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发展混合经济体制 就是让民营资本参与进来 其中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要 这个 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 所以 所以 当然这个具体怎么做 什么行业会快一点 什么行业会慢一点 这个我们要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是 这两个方向应该是很清楚的 好 我们这个 这样很多学生举手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后面那个 这个 彭博士您好 我想问一下 在金融体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 未来预期银行息差会下降 机构投资者投资会趋紧 在这样的情况下 金融机构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创新之路在哪里 他们应该如何创新 谢谢 你这个问题很大 其实金融机构这个 这个 面临的一个竞争环境 应该说很清楚 一个是 经济体制改革 所带来的这个 竞争程度的增加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民营资本 民营银行 随着这个存款 保障机制的建立 民营银行的这个 更多的民营银行 建立 那么整个竞争环境会发生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立体市场化 刚才讲的 实际上也是 加大了这个竞争环境 所以金融行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就是 未来所面临的这个 竞争程度 比过去要高 所以寄稀万语 我们的沙士公司 里面 过去的两年 差不多一半的利用 都是银行 这个很明显是很难存在的 就是很难持续的 所以更多的可能是需要 一方面是这个 紧缩的一个 一个竞争环境所带来的紧缩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代表就是 所谓的穿新提高效率的 那这个呢 和政策的这个 主导和政策的这个监管呢 又是有很大的关系 整个的这个 现在的金融改革的大的方向是 自由化市场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实际上 应该说还是有不少 这个 这个 成长的空间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啊 这个这位女生 谢谢陶教授 彭博士您好 那个我想问一个 跟房地产有关的问题 就是最近 包括出现了 内地第一单的那个 房地产企业的违约 然后还有内地的房价 也是出现就是 增速放缓的趋势 包括一些二线城市 也出现降价 售卖楼盘的现象 我想问一下 就您判断 这个房地产行业的拐点 近期会不会出现 那么今年会不会出现 谢谢 这个问题也很难啊 我们看这个 碰到一个泡沫 它什么如果破啊 实际上是 是很难的 这个 跟林斯帆讲过一句话 他说 泡沫在破了之前啊 你都不知道它是泡沫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大部分人认为它是泡沫的话 那就没有泡沫 这是一个被愣 因为大部分人认为它是泡沫 你早已经调整你的 你真正的认为它是泡沫啊 你早已经调整你的行为了 你反正都慢了 多别的反正都慢了 那早已经没有泡沫了 所以说呢 大部分人认为它不是泡沫 是泡沫的这个危险呢 反而更大 那就是说 什么时候是拐点 那确实是很难很难讲 但是我的一个判断就是说 应该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是不是今年 咋不好说 就是任何东西啊 没有指掌不叠的 世界上不存在指掌不叠的东西 再加上刚才讲的这个改革的影响 我认为是离我们越来越近 是不是今年当然不好说 谢谢大家